索尼新公布了一段PSVR二代的预告片 看的挺让人兴奋的 我估计也快发布了 PSVR二代相对一代精简了很多 以前一代的安装使用太麻烦太繁琐 二代只有一个头盔 两个类似手套模样的手柄 只有头盔一根数据线 手柄都是没有线的 PSVR二的头盔 它带了一副VR眼镜 也就是屏幕 眼镜支持4K HDR 一个眼睛是2K乘2K 据说是90到120刷新率 这个头盔的技术亮点 就是支持眼球追踪 当玩家在瞄准或者 环顾四周的时候 他会追踪你的视线 他会知道你的注意点是什么 并且对这个区域进行加强渲染 提高分辨率 我感觉这和人类真实的眼睛 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注意的焦点会特别清晰 其他都不是那么清晰 他这个手柄还支持手指检测 头盔的3D音效应该需要跟PS5那个耳机搭配使用才可以 他那个头盔顶部还有一个震动 在玩游戏的时候沉浸感特别强 PSVR二代的手柄 支持触摸触觉反馈 还有自适应扳机 PSVR二代只支持PS5主机 另外不是说所有的PS5游戏他都支持 只有专门的VR游戏他才支持 或者普通游戏他有VR版本也可以 我估计PSVR二应该不便宜 特别是刚发布的时候 另外我感觉这种设备最好可以租 玩一个月两个月的 因为像这种VR设备不是天天玩的东西 玩时间长了也会不舒服 或者玩一段时间也会腻就没意思了 也可以约着几个有PS5的朋友一起购买 土豪除败啊 没有办法 所有的障碍都参加了